謝謝 歡迎你 歡迎 是是是 站在前面 首先我要跟阿峰抱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剛剛 他們要穿那個制服 然後他有給我扇子 然後我剛剛拿了一件是有試 就我發現那個 北斗神拳在廁所裡面上演 衣服太小了 所以我要跟他們 我應該要穿他們的T恤 但是 不好意思真的塞不下 然後塞進去爆裂 好 OK 那我有15分鐘的時間 那我相信大家今天會坐在這邊 也是因為大家都對很多事情感興趣 那我今天來這邊的目的 是跟大家聊 接棒啟蒙 在做什麼 那這件事跟勇氣 又有什麼關係 所以 首先其實 我們組織其實下面這句話講 已經講完了 就是 發現美好的天賦與熱情為人所用 這是我們這整個組織 之所以大家會來唯一的原因 那我想 很快的 先從 為什麼 會做這件事開始 其實為什麼 其實 我相信 從之前 很多台灣的社會上 大家應該都感覺到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的社會 確實 確確實實的 有點悶 為什麼悶 那也很簡單 因為 為什麼 我的未來 我畢業之後的未來 為什麼 我出這位之後只能拿22K 為什麼我就算努力了一輩子 我在台北市還是買不起一個房子 為什麼 跟政府講了這麼多 永遠沒人理我 為什麼 上一個世代的人 不願意給下一代機會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太多太多的為什麼 那 講簡單一點 我覺得這東西是有一個 連鎖反應 是一個連貫性 大家想想看 我們在 長大的過程裡面 有很多套價值觀嗎 我們有多元的價值觀嗎 沒有 如果你不會念書 不好意思 你就是邊緣人 你沒有好的成績 你沒有進好的學校 不好意思 你在這個社會就是邊緣人 我們從小長大的價值體系 基本上只有一套 我有一個朋友 他非常會跳舞 他不會講話 他不會念數學 他不會學歷史地 但他很會跳舞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國中生 他很喜歡跳舞 沒有地方讓他發揮 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邊參加什麼 舞蹈學校什麼 舞蹈學校也不收他 所以他的選擇是 我喜歡跳舞 那我去club裡面 我去這種地方 因為這地方有人要看我跳舞 但是各位 在社會上這些跳舞的地方 不一定都是好的事情發生 所以後來他學壞了 他學會吸毒 他學會混黑幫 他學會身上很多的刺激 他學會跟人家衝突 各位 這樣子的天分 往那個方向發展 是多麼巨大的浪費 今天非常感謝上根325 因為林書豪 是一個最大家都知道的歷史 如果以台灣社會來講 我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說 我們台灣社會 就算有很多的林書豪 但他都沒去打籃球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小長大的體系只有一個 就是 請你好好唸書 請你再需要把書唸好 但是你適不適合唸書 I don't care 你適不適合去學英文 學數學 還是你適合去唱歌 還是你適合去跳舞 還是你適合站在場 還要講話 還是你其實適合去做公義 沒有人問你這件事情 沒有人給你機會去嘗試 你想畫畫 學校裡面 I don't care about what you 你就是把書給我唸好 這就是台灣社會的教職體系 嚴長壽總裁寫了這本書 寫得很好 裡面講了很多 嚴長壽總裁本身是高中畢業的 他可以做到亞多利志的總裁 他現在可以做軍醫教育 這麼多優秀的事情 但事實上 學歷這件事情有它的好處 但那代表一切嗎 並不是 把這個問題拆解開來 如果我們長大的過程 只有一個價值體系 也就是說 當你不屬於這個價值體系 你就會被邊緣化 你就會被排斥 然後順從這個體系的大多數學生 發展的方向又是什麼呢 我在這邊也可以很慚愧跟大家承認 我是政大畢業的 我考上政大 當我政大畢業的那個時間點 望向社會 我不知道我要幹嘛 我不知道我適合做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我熱愛做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的趨勢是什麼 我不知道我適合哪一個產業 我不知道我要在這個社會上 站在哪一個位置 我不知道 我問我很多的朋友 門心自問 大家在大學畢業的那個時間點 我剛剛說的這些問題 我們了解多少 我們了解我們適合做什麼嗎 我們了解我們的朋友適合做什麼 我們了解我們應該在這地方 在哪一個位置嗎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這個出發點 到大學畢業 不知道這要做什麼 既然我們不知道做什麼 我們怎麼可能 去站在對的位置上呢 對於企業而言 我白天的工作 是做創業投資 所以我是代表 冷血無情的一方 那我也可以很明顯跟你講 現實是 我是企業 你是大學畢業生 我問你你想做什麼 你有什麼能力 你說我有充分的熱情 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麼 那我說好我給你20K 你要不要 你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剝削我 我說你不要沒關係 你後面還有一萬多人 為什麼 因為一大堆人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大家都要用同樣的方式找工作 你不要 可以啊 你後面還有一萬多人在排啊 我隨時找得到人 企業就是因為這樣被寵壞 大家想想看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 問題的根源在於 我們沒有說NO的能力 如果今天我去外面找企業 我說我要10 我要100K 你要不要付我 你不付我 沒關係 其他企業等著要請我 或是我自己就擁有我自己的企業 我有說NO的能力 有說NO的能力 才有辦法去改變事情 把這個邏輯論下來 到最後就是台灣的基本工資 就是22K 各位 這些台灣的知名的創業家 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 我可以很肯定的跟各位講 你期望 五十歲 六十歲 四十歲以上的人 要去改變他的價值觀 不可能 江山一改本性難以 一個人三十歲之後 他的性格已經定型了 再加上 各位 如果你在董事長的位置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逢銀拍馬 一間公司 所有員工都說 董事長您英明 在這種環境之下 台灣目前 這些掌握全市地位的人 如果大家期望 他們價值觀 明天會算神奇的改變 這不可能 那 事實上國際人 讓我們這樣看這麼多的問題 我跟你講講 這樣講起來好像我這個很悲觀 是 2012年5月的時候 我們跟一群朋友坐在一起 就是聊這件事 聊到最後 我只問這些朋友 我說好 講問題大家都會講 我做投資人 我做會挑問題 但是講過問題 然後呢 我們今天就上會了嗎 回家 批評 然後呢 台灣社會缺批評的人 我打開電視看就好啦 對不對 我缺批評嗎 我就敲鈴鐺說好 不然這樣 我們一起來做一件事 我們來想想我們的角度出發 我們能為台灣社會做什麼 所以 行動 各位 勇氣是什麼 勇氣就是 你要踏出那一步 你要走出那個你習慣的舒適圈 你要嘗試的去完成 去解決一些你有興趣的問題 你要有行動 所以 我們就成立了街棒啟蒙計畫 花了整整兩個月的時間 只為了界定 到底我們這一群社會 社會人士 能夠替台灣的社會 做什麼事情 我們的 做的事情 其實這句話就講完了 我們是一個非營利組織 我們是一個志工計畫 我們匯集了社會上的善意 然後把這些社會上的善意 轉換成高中生 了解自我的天賦跟熱情的平台 那我們的志工成員 基本上是來自這社會 所有領域各行各業 有不同專長的人 那他們的共同點在於 他們都覺得 教育 這件事情 對台灣很重要 那也許他不知道我能做什麼 那我們提供 最重要的方式 你的價值 可以轉化成 學生們了解自我的價值 那在我們這邊 將我們當志工都認同這件事情 整個街坊解鋒計畫只做一件事 我們所有做的事情 都依歸在這句話下面 就是我們想要幫助高中的學生 甚至更早國三的學生 開始了解自己的天賦與熱情 為什麼是高中學生 我親自去找 宏蘭教授 問過這個問題 我說我們就是這麼小的一個非你組織 我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的資源 我到底這個資源放在哪一個人生的階段 是最有效的 是能產生出最好的影響的 宏蘭教授給了我兩個答案 事實上這個一個答案 他說 人的一生之中 只有兩個時期 你的大腦變化是劇烈的 第一個時期 是幼兒期 大概一歲 一歲一歲 那這個時候 大腦成長得很快 會出現神童 那種馬上就會講話 我剩五分鐘要快一點 那個時候小時聊聊 確實研究證大為必加 然後第二個時期是青春期 青春期就是你身體要變大 男生第二信真 你身體要變大 你還有很大的熱情 身心靈都會產生往外探索的能量 這個能量沒有處理好 很有可能叫做叛逆期 但這個經過證實 在人生這個階段 只要找到自己這一生中 喜歡的方向 為這件事投注自己的努力 那麼他跟人生的成就 經過證實是完全正相關 只要在這個階段 找到自己人生的熱情的時候 跟人生的成就是絕對正相關 街坊啟蒙相信什麼 很簡單 一句話 我們相信人在解決一個問題的過程裡面 會打開他開放學習的這道大門 然後他會學到一定程度 激發出他的創意 為了解決那個問題 然後再遇到問題 再開放學習 再激發創意 再解決問題 開放學習 再激發創意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本著善意出發去 社會解決問題的時候 到最後 人對內會了解自我是誰 對外開始了解世界是誰 而在這個前提之下 才能稱之為夢想 如果人沒有這樣子的了解 他談夢想 那不叫夢想 那叫幻想 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一個學生跟你講說我要當歌手 可是他完全不知道演藝圈發生什麼事 他完全不知道一個歌手要做什麼準備 他完全不知道我要踏上意見 我要做什麼事情 那個叫做幻想 那不叫夢想 真正的夢想 是建基在深厚的自我理解上 我是做白天的工作是做投資的 所以其實我蠻實際的 你要完成一件事情 你沒有夥伴不行 沒有資源不行 沒有文化不行 文化是什麼 文化是我們相信的信念 文化是我們的初衷 夥伴是我們的 健康啟動的夥伴 然後資源 是不是這樣 各行各業的志工都是我們的資源 我們只做三個行動計劃 好三分鐘把它講完 第一件 生涯探訪活動 打開學生們的機會 讓我們知道 什麼叫做真正好的主動學習 教育沙龍 從各行各業專家的生命經驗去探討 到底這些卓越的人的生命經驗 跟教育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把它做成紀錄 然後跟大家分享 職業獵人線上探索 是只要你對任何一個職業領域有興趣 你來這個手機APP 你就可以去探索那個領域裡面的知識 甚至是跟那個領域裡面真正的專家見面 他會跟你分享 那個領域到底要做什麼 好的學習在上面 爛的學習在下面 學校的許多的教育 其實就是聽講閱讀 學不到東西 學學效果不好 你要去說過做過實際做事 模擬實際經驗 去做一場正式的簡報 站在這邊 跟大家勇敢講出一想法 主動的去學習 這個是有經驗的 弄活動 學生們進來 經過分組名稱 想出圖像 想出表演 想出效益 專家們在裡面 跟學生分享自己的價值 工作人員 協助學生 最後學生做一場正式的簡報 這是我們弄活動 90%的學生覺得活動很有趣 84%的學生覺得 這很適合變成學校的課程 80%的學生覺得 對人生歸號有幫助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11場 今天有一場正在高雄進行 5月10日要做第12場 第150個學生服務 那經過實講 我們接觸了350個學生 我可以跟大家 很有信心的說 我們的活動對同學們 很有幫助 它既有趣也有幫助 然後也可以讓 許多志工們跟學生們 貢獻自己的價值 只有幾次合動的成功 是不夠的 所以 如果一個學生對任何領域 產生的興趣 我們不是要讓他維繫 所以打開手機 你就可以去挑戰 不同官家設定的任務 如果打怪跟學習 是結合在一起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學習很有趣 你會花很多時間學習 你會學得很開心 如果人能夠了解自己 Life will find a way 只要人開始願意了解自己 去探索 街坊請問 會提供社會上的資源 教育沙龍很簡單 到底 成功專業者的生命健 跟教育什麼關係 我們討論 邀請各行各業專家 來一起聊 我們的願景就是 以後台灣的社 街頭上 有一群又一群 25歲的年輕人 他們都在聊 怎麼替社會解決問題 而且他們全部 都了解自己是誰 他們全部 都在某一個領域面 已經有十年的經驗 各位我是做投資的人 我可以跟你講 這個是創投的天堂 因為這些人成功的幾率非常的大 我們的團隊 核心團隊 這是我們的長輩之功 這是我們的實習夥伴 那後面有一位是 昕魚 對 蘇魚 那邊是我們的實習生 還有一位文君 各位對我們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各位 你只要搜尋 街坊啟蒙計畫 你就可以知道我們是誰 歡迎你 到活動後 隨便跟我講 那我現在還有26秒 所以我還可以講25秒的話 最後我想跟大家講 勇氣 是一切事情發生的第一件事 沒有勇氣沒有任何事情會發生 但是勇氣之後 還有很多事情 街坊啟蒙計畫的人 我們有勇氣 但我們也看到 要發生其他事情 要做很多的準備 我們有很多的規劃 歡迎大家 來找我們聊 或是到我們網站去理解 我們在做什麼 那也歡迎大家加入我們的活動 謝謝 謝謝 謝謝